今天妈妈不舒服 躺在床上 蓝宝跟红宝走到妈妈面前 看到妈妈躺在床上 很难受的样子 他们都非常难过 为了不吵到妈妈 他们乖乖地在一起看书 突然听到玻璃碎了的声音 他们走到客厅 原来是家里的小狗多多在捣乱 红宝生气地责怪多多 多多便灰溜溜地走了 但是家里这么乱可怎么办呢 于是红宝跟蓝宝商量 妈妈今天生病了 不如我们帮妈妈做家务吧 说干就干 蓝宝开始清理碎了的玻璃 然后扔到垃圾桶 红宝则拿起抹布 把多多的脚印擦洗干净 清理完玻璃 蓝宝继续去洗衣服 过一会儿 家里面就跟新的一样 他们都好开心呀 这时候 妈妈从房间走出来 看到客厅这么整洁 开心地笑了 妈妈表扬蓝宝和红宝 都是好孩子 就在这时候 蓝宝的肚子发出咕咕咕的声音 原来是蓝宝做完家务 肚子开始饿了 最后妈妈为了奖励他们 特意做了他们最喜欢吃的三文治 小朋友们 帮妈妈做家务的孩子 都是乖孩子哦 ludur 霸了 寒 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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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